你好 你好 走 先去坐一会吧 好嘞 好 谢谢 没事 二楼 坐这吧 这是喝茶的地儿是吧 对 那你要喝什么呢 我都行 都可以是吧 这是黄埔这边是吧 对啊 我们公司在这附近 那平常住也是住在附近吗 我家在徐慧 我是在那个浦东那边 那挺好的 所以你最近 这个工作忙吗 最近要录透游戏大会 那你平常会有什么娱乐啊 或者什么的 看看电影 看看剧 和朋友吃个饭 啥的 我们平常几个关系近的呢 可能偶尔玩一玩桌游啊啥 我主要是不太喜欢桌游 你还有地儿是吗 我觉得有姐的人比较幸福 有弟弟也挺好 有弟弟也挺好 像你们的感情有什么 那你家就你一个孩子 是啊 独身子 那家里如果有一个爸妈也不会觉得孤单 对 对 像我妈真的天天跟我弟在一块 所以就还挺好 他很像我一些高中同学 相亲的话有一些话题也很正常吧 行啊 那我们差不多就是去吃饭 走吧 一看你点吧 你就点了一个凉菜 因为我也不挑食的 喝什么 就不用了 就不用是吧 我能问一下你单身多久 单身挺久了 好几年了都 你如果谈恋爱的话 你会有一些什么考虑呢 我一直都比较就是 随意 就是看感觉 可能是到一年纪了就是 就大部分心思都在工作上 接触的也都是同事啊 或者是一些同行呢 身边有没有什么介绍节奏 哎 介绍过 之前其实是一个工作局 然后他就说 你这个性格 我就是 我感觉我一个朋友很适合你 然后他就把他叫过来了 哇 还现场叫的 现场叫的 可以的 后来他加了我另一个朋友 我也喜欢 就基本上 在上海的话 谈恋爱什么基本上 也都在上海的多 没谈过异地恋 反正到上海有 因为我来上海几年 也没有真的特别稳定的谈恋爱 也有过一些情感纠葛 但是不算是稳定的 就是走入了恋爱 或者是怎么样 两个人在一起 我咋发现我今天 好多这种问题 说呗 没事 你真正有考虑过 跟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谈恋爱 我也觉得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你来了之后就待在这块地方 我来就是奔成这个公司来 你是真正就想把这个当成职业 就一直干下去吗 它行业很大 其实你可以做其他 这个行业里的其他工作好 你觉得就是恋爱之后的状态会不美 如果你真的想和一个人在一起的话 你肯定你们两个就是可以商量着怎么样调整 多多少少会回归家庭 会什么 回归家庭 不太会吧 因为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 你会想着就一直干就是台前工作 我没想那么远 我觉得现在能做就做 因为你也不是一直有机会能上台的 你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所以就是过一天是一天 说直白一点就可能 不会一直红就知道 肯定不会一直红的 不是可能 红肯定是大部分是靠运气的 我只是觉得我现在的运气很好 我不会觉得这个钱是我理所应当的 如果有哪一天你挣不了这么多钱 你会怎么样 挣不了这么多 也能挣得够花 因为自己已经可以赚很多钱是吧 批爆地说是这样的 我感觉我在做这份工作之前 就是完全没有那种风险意识 然后当我做这份工作以后 我觉得我抗风险的能力还是强的 我太有钱了 真的 那你打算考虑在上海买房了吗 我没有想过 我才来没几年 我的身边可能大家都是操心着 买房啊 资予的教育啊 甚至说股票啊 基金啊 所以你有投资的喜欢 那你是赚还是 那是赚了 那很多人不都亏吗 这两年 亏多了吧也有经验 我觉得凡事比较潦倒的 都是投资失败 我也没有脑子研究这些 然后也没有精力 我觉得只要抵抗住通货膨胀 就去转 所以你就是极其稳定型的时候 如果我会买也是买那种风险极低的 定期理财 对 但是其实定期理财并不能跑一通账 对 但认了 你就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可能所有钱都会骗走 我可以问其他艺人借钱 如果真的到时候有另一半的情况 那肯定是另一半可能先要照顾你了 对吧 当然了 不会有人另一半都已经 天下到场了 他还不管呢吧 人家是我的另一半 他出现了经历问题 你不可能不管他呀 如果说两个人可能都成功了到 这就是命的吧 人家一生遇到一些勾勾坎坎坎是很正常 大不了就是其中一半可能暂时没有工作 一半支持一下 对吧 我们基于现实的视角看 他可能不会红那么久 如果两个人真的是在一起的话 那么即使他不红 我觉得我也可以养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认真在生活的人 就是他考虑的问题都是现实的问题 我这个人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 就不太有长远的考虑 基本上就是当下的感受 今天聊下感觉就性格也挺好 就是我事前我也去就是去看一下你讲的那些片段 舞台上他是一个角色 但你生活中还是要讲要有教育的一点吧 可以很真实 但也算是有脾气的人了其实 今天没发作是吗 今天没有什么让我发脾气的点 我觉得你挺实在的 找不到夸一个人的这种地方 就只能说这个人实在是吗 真的挺实在的 对的 我也不管其他 我就当作是褒奖 那肯定是褒奖啊 无论你 之后 情感经历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就是值得一个好的结果 谢谢 也祝你都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总体来说还是 会有一些紧张跟拘束 我觉得其实他在生活当中 更像我们普普通通的大众 更呈现一种远处无害的感觉 他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他还挺枯实的 他的举止和聊天都是很接地气的 我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有的人会喜欢这个类型吧 只要碰到好